各位朋友, 这段短片就是介绍成寨将会搬到的新屋 叫做Curious, K-U-R-I-O-U-S 英文即是好奇 为何会有这一个构思呢? 人都是追求自由,自由就是可以畅所欲言 自主就是将新的科技可以尽快应用在自己平台里 为大家带来全新的体验 于是就有了Curious这个平台 大家会问Curious不是C字头吗? 为什么会用K字头呢? K字代表的是knowledge,知识 城寨这么多年来都强调以知识为本 而好奇心其实产生知识的动力 知识能够传播就需要结合创意 所以好奇知识创意就是Curious这个平台的精神 在Curious里面除了城寨的节目之外 会有来自五湖四海全世界的creator 将他们的知识和创意产品带给大家 Curious是一个属于大家的平台 各位城寨的听众大家好 又到一个星期和大家细看党史的时间了 回顾最近这几集都是一直说 由抗日开始 就是中共如何利用 将八年抗战变成十四年抗战 突出共产党的所谓领导东北抗日 这件事 就一直开始制造一个历史的谎言 甚至声称在八年抗战里面 就是作出重大的贡献 全部都是山安百祖 其实很多根本也是由苏联指挥的军事行动 包括上次所说的白团大战 什么粉碎 东方暮尼克阴谋 全部都是子虚乌有 都可想而知大家 首先对于所谓建党百年里面 早期的共产党史 即1949年之前的中共 实际上是一个勾结外国政权 颠覆中华民国政府的武装颠覆力量 所以在建国之后 当然要控制这个历史 将历史的存息 牢牢控制在手上 作为他们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包括在国共内战里面 很多时候毛泽东强调 所谓小米加步枪 战胜了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腐败、贪污 在1927年国民党北伐之后 也是一个截热冲于剥削人民 掠夺人民财产 对外又领导无方 无力抵抗日本侵略 所以伟大的民族复兴就是 中共革命的历史 整个革命的史观 将很多的真实历史掩埋 加炎加操去突出中共的角色 包括在内战里面 实际上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时苏联投放给中共的军事援助 包括主要武器 是比起国民党的军队 是以陪计的 就算是以淮海战役里面所使用的炮弹的数目 中共的军队是 圆圆不绝的炮弹供应 也没收了在韩国里面的日军装备 在满洲国里面的日军装备 再加上远东红军的装备 再加上派入到中国 东北作战的朝鲜族红军 直接是派军队 以朝鲜族军队 变成共产党解放军的方式 在攻占东北里面发挥重要作用 也提到在长春围城战里面 共军的作战方式就是 所谓琉球战法 是惨无人道的 基本上是违反战争的罪行 中国人的内战也是相当惨烈的 对上一次最惨烈的内战就是太平天国 在清朝晚期的太平天国的叛乱 死了接近一千万人 是世界历史上 死亡人数最多的内战 解放战争也是 共产党所指的解放战争 其实就是军事上颠覆国民党政权 在整个史观里面 今集主要说整个解放史一的史观 如何达到洗脑的效果 因为中共的解放史观 就是将整段历史截然二分 即是说49年前在国民党管治下的中国 刚才简略说过 就是中共的描述下 就是国力很弱 受帝国主义的控制 后面就是英美势力 階级矛盾严重 很多时候在中国的农村破产 城市里面的工人受尽剝削 宋家、孔家、陈家、蔣家 四大家族就瓜分了中国的所有资源 直到共产党 经过百年奋斗 1921年成立之后 开始 将中国拯救于 所谓半殖民半封建 这个处境 帝国主义走狗的蒋介石 就是拯救出来 开始实现伟大民族复兴 整个说法就是因为是非黑白义分 民国时代的中国是混乱的 落后的黑暗的 中共开始之后 虽然有挫折 包括大躍进等等 这些艰难的探索 但最终在1979年 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 就迎来伟大民族复兴的时代 整条主线听下去就似层层 好像坚毙似 但实际上 你只要再细心一想 你就会知道 里面是充满着流动 方向走板 我相信香港在小学、中学 大学的国安教育里面 都要学习这一条解放史观 所谓民族解放史观 好像这个 我们很多时候看历史 是不是只有一个答案呢? 其实不是 民族解放史观 只是共产党的史观 我们香港人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看法 因为事实上 香港是承受着 由民国以来的影响 今天我所说的 就是另外一套史观 就是摆脱了中共的 这种民族解放史观 主要的论据来自哪里呢? 很多人说 你批评共产党 你也有些根据 主要的资料是来自 香港大学讲座教授 世界知名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专家 冯克 Frank Dekota 他一本书 最出名的就是所谓解放三部曲 第一本就是解放战争 第二本就是说毛泽东的大饥荒 第三本就是说文化大革命 我现在说的这本书 其实就是来自他最早期的 不是应该是出了毛泽东大饥荒之后 才出版的一本书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2008年由Hong Kong U Press 香港大学出版写出的 开放的时代 毛泽东之前的中国 主要就是说文国时代 Frank Dekota 我看过他在柏林 Bertusman 帮他出版写 帮他出这本书 德文版的时候 就是一个讲座 座无虚直 来自德国的企业界 学术界的人 去听他说The Age of Openness 他挑战的是什么呢 就是共产党的民族解放史观 他说首先 假设民国时代 是一个中国最黑暗的时代 这是绝对错误的 因为在逢客眼中 民国时代的中国 是最开放的时代 南京政权 就是由1928年到1948年 这段时间里 实际上也是 抗日之后开始 当然因为战争 但是在南京这十年 即是1927到1937年 这段时间 就是中国的民国的黄金十年 这个时代不单止经济发展 在外交上 开始取回 在晚清之后失去的 比如威海卫等这些地方 也参与了联合国 比如人权公约的制定 在国际社会里站起来 不是1949年毛泽东 在天安门城楼宣布 而在民国时代 1930年代的中国人已经站起来 当时是一个很开放的中国 外国人居住在中国的人口 是35万人 当时 35万人 而中国当时和国际的交往 也相当频繁 也有很多 由外国留学回来的人 投身于 当时民国时代的经济建设 成为资本家 包括今天在新疆日达集团的创办人 这个杨元龙 就是上海 在外国 在美国 如果没有记录 在MIT读完书 回来 在省理工学院之后 就是上海创办的事业 董建华的父亲 董浩雲 唐英年的父亲 唐长千家族 荣志健的父亲 榮毅人家族 航运 仿跡 也开始有一些金属 野金工业 其实当时开始有了 在整个南京时代里面 除了诞生了中国第一代的资本家之外 也当时是整个城市建设的开始 我自己最印象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南京的旅行 我最后一次回中国大陆 其实是去南京 去南京是一个私人旅行 不是公务探访 是一个私人旅行 外府 外府就是因为 曾经是国民党的 这个军事法庭的书记官 也是参与过抗战 那我们就 跟他老人家一起去南京的总统府 沿着当时南京的中山路 中山路就是民国时代 南京建设成为首都最重要的一条路 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南京的话 除了去中山岭之外 中山路是一条值得大家 勉怀民国时代的风貌 和那种辉煌的遗迹 那里面 大家如果在总统府对面 你会看到有机会可以入住的 就是这个中央饭店 中央饭店 就是招待过很多名人 包括共产党的周恩来 朱德等等 都是住在中央饭店 他不是很高的 留高三层 因为他不可以高过南京总统府 但是也是所谓民国风 大家要体会 现在苏联时代 就是50年代的史太林哥德式建筑 譬如上海展览馆等等 北京展览馆等等 就是所谓的苏俄建筑 史太林哥德式建筑 但是民国时代的那种味道的建筑 就是刚刚很完全另外一件事 就是所谓 就是这个华阳混合 就是所谓 中体西庸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中式的元素 在里面 但是它是一个西式建筑 在民国里面 我觉得是有少少 那种 一个类似柏林的一个规模的建设 中山路两旁 有种了很多的法国不同树 不同树是三条枝 大家记住 为什么呢 就是收剪到这样 因为目的就是 就是 表示这个所谓的三民主义 那 今时今日 最弘大的孙中山的铜像 就应该在中山路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那里面呢 现在那些单位 就是共产党的单位 已经占领了 已经是 但是有时候 你仔细看牌子 都知道这个就是 原文国时代的海军部 这个就是原本 民国时代 我记得就是 比如这个 南京的广播 学院 还是什么 就是这个 南京的最高法院 等等 很多这些遗迹 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南京也是 整个首都现代化计划 由蒋介石 当时来说 是招募了一群 在海外 回来的文化人 去领导整个首都建设 整个重点 都是要把南京建造成为 一个比美伦敦 巴黎的一个国际刀回 不是上海 而是南京 去到1937年的南京 已经是 具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城市 很多人的重点 今天 当然是看民国建筑 去看上海 反而我有兴趣的 就是真正 在所谓黄金十年建造出来的 一个首都城市 南京 我们也有去到 总统府 当时 里面也有很多 保留下来的 一些摆设 也有蒋介石的立像 在里面 现在今天不知道有没有 当时我去的时候 整个 南京时代 在共产党的历史论述里面 就是一个过渡的时代 但是在冯客的说法里面 在《Age of Openness》里面 他刚刚反过来 他就是说 民国时代 其实已经是和世界开始接轨 你留意一下 冯客的史观是很特别的 他完全是把共产党 民族解放史观颠倒过来 他说中国 在民国 1912到1928年 的确是一个混乱的时期 但是在蒋介石 建立了南京政府 国民政府统一了之后 实际上 中国是迎来一个最开放的时代 这个开放不单是向世界开放 经济 金融 企业 和世界的交往 航运 也是《The Openness of Mind》 其中一个节目 是讲思想的开放 包括各类型的思潮 外国的消费主义 很多的新奇的活动 和一些对体育运动竞技的重视 和这些学者 最重要的是很多的学者 所谓的我们 包括大家 如果看过岳南的著作《南道不归》里面 所说的民国时代的这些学者 当时就是一个风华政贸的时代 因为南京时代 这十年就是一个开放的时代 大家可以提出 没有党去抵抵你 只可以研究什么 什么不可以研究 大家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 大家可以发动不战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报纸多的事 雜誌多的事 亦都不存在一个 就是由党去告诉你 只可以报什么 不可以报什么 当时批评 这个蔣介石政府最激烈的 当然就是《大公报》 但这份《大公报》和今天 共产党控制的《大公报》 已经是两件事 等于今天来香港 或者是美国上市的 所谓百年企业 那些全部都是假的 实际上已经不是由 那个家族 由创办的家族去控制 而是被共产党侵吞了 《大公报》也是 所以这个所谓 开放时代 逢客的说法 就不是纯粹是说经济开放的 他是说全方位 全方位就是说 包括文化的开放 心灵的开放 外国人在中国的数目的增加 中国和国际的互动和接轨 都是当时的高峰 只不过1949年到1979年 甚至30年是不正常的 而邓小平所谓的革命性改变 只不过是回复回 在30年代早已经开始的 中国对世界开放 我觉得这个史观反而 更加接近真实的情况 不是什么艰难的探索 其实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实际上就是一个混乱 反过刚刚好 就是一个混乱疯狂 惨无人道 充满人道灾难的一个时代 包括冯客其中一本作品 我很推荐大家看的 有些沉悶 但是我相信少数 是看过80年代 开放的一些公安各地的档案 关于大跃进 那些人如何饿死 原来很多不只是 因为失收家里没有东西 而是一些粮食被人拿走了 尴生饿死 有些是什么呢 是受到酷刑虐待致死 为什么呢 因为偷食 在各地的公安 当时开放 现在全部都不开放 看完之后 就写了一本书 叫做《毛泽东的大饥荒》 揭露出中国 这个人为的 不是天灾 是人为的大跃进 至少死了4千万人 至少 他屠杀的人口 甚至是超越柬埔寨的波尔布达 这不是什么艰难的探索 那当然冯克 在他的 几本作品里面 比较闷的就是 最后一本《文化大革命》 我觉得 《The Age of Openness》 是一本很容易看的书 而他这个史观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他本书的结论 他提出就是说 民国时期 只是过渡阶段 这个说法并不正确 反而毛泽东的闭关 才是不正常 而改革开放 只是走回一直在走的路 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问题 究竟中共所说的解放 是从什么解放出来呢 刚才我们说到 就是今天 《世汉党史》的主题 就是究竟 中共的民族解放史观的贸误在哪里 我就根据这个 港大历史系讲座教授 冯克的一本作品 《The Age of Openness》 《China Before Mao》 《开放时代》 《无知前的中国》 这本书所提出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 其实共产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中国在民国时代 已经是向世界开放 有最活潑的文化 学术 学术 和中国人的心灵 已经是 走向一个所谓 现代的公民 不是国民 不是奴隶 是现代的公民 因为当时有 开始有现代的报纸 雜誌 很多文化人出现 学者之间的思想 辩论 文化界的论战 也有电影的 在上海 现代电影 音乐 流行文化 这些也有很多 所谓民间团体 开始出现 包括有些 提倡妇女权益 有些 提倡人权 甚至 例如 政治上 提倡一种 极端爱国主义 例如 復兴社 蓝衣社 就是力行社 这些 政治组织 也有很多 民间自治的组织 开始出现 不属于 官方机构控制的组织 这就是 所谓 昙花一现 在1949年之后 由商人自发的组织 工人自主组织的工会 以及 文化人组织的文社 然后 就是 所谓 各种类型的 压力团体 全部消失 全部消失 反而在民国时代 是最开放的 就是最多这些 所谓的公民社会 即是今时今日 记协 教协 职公盟 支联会等等 曾几何时 在英治时代 是最活跃的 然后在这个 中共治下 将会全面消失 消失了之后 大家 就开始 再年代九远 隔多十多二十年之后 就将共产党 将香港历史改写 改写 改写到 在2019年之前 香港是多么黑暗 黑暴 周围威吓 这些商户 大家做不到生意 要交保护费 否则就被人中火破坏 最终 在国安法之后 解散这些暴力团体 最终 就是香港迎来 繁荣稳定 这种所谓二分法 黑白对比 就是洗脑最佳的技巧 大家预定 将来的香港史 今天已经写好了 所以我就是说 冯克跟着问的问题 就是在 The Age of Openness 里面 究竟从什么解放出来 我们不可以一面倒歌颂 民国时代的美好 因为民国时代 当然 任何发展的阶段 都有它的好与坏 也要回到历史里面去看 所以我们 否定共产党 那种民族解放史观 但是同时 也要 所谓尊重 真实 史实 蔣介石的建设 是以城市精英为主的 他的首都建设计划 当然 当时来说 是成功的 我觉得 他推行的新生活运动 也是针对城市里面的居民 希望 中国人 是步向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 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计划 也有相当大的成分里面 特别在工业计划里面 他是做得到的 比如当时的铁路 建设等等 很多重要的铁路 在民国时代落成 也是令到当时 中国在抗战里面 能够 将大量的 这些 机器 工厂 人员 将它运到大后方 而大后方的建设 也早在1937年 抗日战争开始之前 已经开始在 云南 贵州四川的地方进行建设 这也是蒋介石希望将 由南到北 由北到南的日军进攻模式 将它变成是由东到西 一种这样的有利于 以空间换取时间的一种抗日抗战方法 所以 这个 对于南京时代的评价 共产党当然就一尾踩 但我们也不能够 像共产党 反过去犯的错误 蒋介石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农村的问题 相对比较忽视 因为工业建设 当然是城市精英为主 资本家 上海的资本家 很多在江南 即是东南省份一带的 一些新兴工业 都是以城市精英为主 所以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摆脱共产国际 因为共产国际一直在城市里发动暴动 因为无产阶级就是工人 工人在城市里面 但是国民党的施政重心就是在城市 毛泽东说不是 农村广大 天地广阔 去农村做世界才是 因为整个国民党的施政在城市 于是农村的问题就没有受到重视 农村问题不外乎几件事 土豪劣新 土豪劣新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源自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后 晚清之后地方开始军事化 军事化之后 很多乡身有自己的私人军队 这些私人军队 支持政府的时候就是地方军 不支持政府的时候就是山财 就是楼寇 农村的衰败 就是和地方军事化有很大的关系 一些文化的精英 开始慢慢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而变成一些军头 军头就是以劫略 抢略农村 作为他们的生存基础 就是大家看的所谓 许冠民大军阀这类的人物 这些地方军事化 直接导致农村贫困 也就是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投资在农村 因为当时中国也是 重点 要去摆脱一个落后的情况 特别是和日本竞争时间的时候 是以工业化 为什么呢? 因为军事是优先 而军事后面就是工业化 特别是重工业和铁路等等 所以整个发展现代化计划里面的重心 就忽视了农村 而毛泽东的颠覆计划 就是由农村开始了 就是发动农村的贫民 所谓以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 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政权 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日本侵华 实际上毛泽东的方法都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在第五次围剿里面 蒋介石已经接近全签共产党 而共产党展开2万5千里长寸 就是因为去到德国军事顾民的指挥下 国民党是用刁堡政策的方式 不是追楼扣 最麻烦是什么呢? 就是一路追 这样追法是没办法 因为它流传 但是刁堡是什么? 围堵 围堵就是断他们的米露 这个刁堡政策已经令到 当时的共产党已经陷入绝境了 所以为什么苏联要利用 拉拢蒋介石抗日呢? 一方面就是他 所谓反法全球反法西斯联盟的战略 第二就是也希望共产党 有一个苟然残喘的机会 结果毛泽东就看到这个 就是所谓三国演义里面的三国鼎立 就是日本、国民党、共产党 三大势力顶立 在中国里面 他不当是侵略的 其实他当是三个权力的顶立 所以就出现了他所提出的 所谓七分抗战、两分应付、一分抗日的既定战略 整个过程里面 我自己看历史里面 国民党的施政里面的错失就是在农村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本侵华里面 蔣介石原本的所谓让外必须安耐的策略定位是正确的 但很可惜在这个问题里面 军人出身始终都不吞击 共产党就掌握着这个舆论宣传 因为当时中国开始进入了大众传播的时代 其实跟希特拉崛起是一样的 大众传播就是收音机广播 收音机广播的力量在30年代来说是无远忽界的 也导致很多地方 比如日本的军国主义 或者德国的纳粹主义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都得到一个新的平台 等于今天有了Facebook一样 当时30年代的收音机广播的出现 令到一些本来很难传播的思想 突然间一下子重新包装上市 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重新包装上市 于是这种中国的开放性 就是成为中共颠覆 利用作为颠覆的一个最好的渠道 是吧 你那些左派的学者 左联 那些文人 比如鲁迅 丁玲 文一多 这些 全部三不识七 是什么都要把国民党 因为他们是亲共 所谓进步的电影界 但是也如是 就每次都要揭露 这个所谓 上海阴暗的一面等等 这些 实际上 也是导致很多 我们这一代独历史的人 对于民国时代 因为看得太多 这些左联的电影 看得太多的鲁迅的作品 就开始接受了共产党的看法 而忘记了真实 那我自己的真正改观是什么 来自我看的 劍桥中华民国史 劍桥大学出了一套中国史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客观去看的 因为我觉得 中国人写回自己的历史里面 总有自己的史观滲透了下去 但是鬼佬写有一个距离 我觉得 比较容易客观地去描述 我自己有齐一套劍桥中国史 劍桥中华民国史 就是由肺正清和这个 我自己很尊敬的一位 在墨资根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就是Albert Foylwerker 海先生就是研究中华民国经济史的专家 和刘广京教授 两位 Foylwerker就是我读大学年代 看他的书的了 就是中华民国经济史 也是能够客观地去评价 民国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中第一个人 是不受共产党的政治宣传影响 但是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好 周恩来也接见过他 但是这套所谓的对民国史观的重新评价 其实早在Franc Dekota之前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民国的专家里面 已经出现了 也出现过数次大的讨论 在学术界 包括民国时代是不是这么黑暗 或者是究竟蒋介石的政权是什么性质 究竟是不是法西斯政权 既然他有访效希特拉的 有蓝衣社 好像是一些所谓的访效希特拉的 自己的党卫军等等 曾经就国民党政权的属性 也有个辩论 是不是属于法西斯政权 很多时候我觉得外国学术里面 相对都是比较重视 对史料的掌握 所以变了 所有的辩论都需要有根有据 而不是纯粹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 但是相对来说 现在美国对民国史的研究 都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定论 就是说民国时代的中国 实际上不是好像中共所说 是这么黑暗 也不是说到中国是一个很弱 很落后的国家 去到1949年之后才站起来 反而在1949年的30年才进入大混乱 这种角度来说 香港人是否可以置身其外呢 反而不是 最后我想说一说民国这种开放的风气 实际上最终去了台湾和来到香港 老蔣真正的独裁 其实不是南京时代 因为蔣介石在南京的十年里 国民党有不同的派系 也有不同的军事力量 所以蔣介石的独裁很难 他是去到抗战 作为领袖 最终通过血肉的抗战 去建立了他的权威 这是在抗战后期 才有这个权威 在南京时代的蔣介石 事实上不是一个 我们所说的默索里尼那种独裁者 他也是在里面 很多的所谓的权力平衡 但是去到台湾 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相对于中国大陆 真的可以行起独裁 因为他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了军队 跟在中国大陆时代的蔣介石很不同 所以台湾那时候在七十年代 六、七十五、六十年代 就是相当之一个严苛的独裁统治 但是都没有 相对的 都没有对岸毛泽东年代这么扑街 所以我说台湾能够开出 华人社会的民主 也都是回复 在这个三十年代 就是民国时代的开放性 这种开放性 除了去到台湾 另外一种就是来到香港 你要记住 香港是一个殖民地 香港的华人精英 其实很多都是民国时代的精英 例如我老师钱穆 余英时等等 钱穆就是民国时代的学者 唐军毅等等 部分去了台湾 部分来了香港 扮演了新雅书院 最终成为中文大学的一部分 很希望今天中大的 那些扑街 掌权的人 自己想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当日 共产党如何迫害中华文化 这些人如何走来香港 如何在桂林街 去创办这个新雅书院 而最终 变成了一个中文大学 一个世界知名的学府 整个故事 其实都是和中共 去把民国时代的开放性 剪碎 有莫大的关系 那留在中国大陆 那些会变成什么呢 比如陈仁确教授 那些 就跟着著作 历史研究的生涯结束 包括钱宗书等等 全部他们的学术生涯都结束了 在民国时代 你只要看回南道北归 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就是岳南先生的作品 就是说民国的大师 他们的相遇的过程 最终因为国共的内战 然后可能朋友 或者是研究圈子的人 一世都没有再相见了 那你看回大陆的人的结果 你就看到了 真正的The Age of Openness 最终能够持续下去的 反而是来到香港 你看到当时上海的建筑师 比如中文大学的校园 里面的建筑师 司徒位 即是本部 用清水来建筑 其实就是上海的建筑师 也带了一些 上海的流行文化来香港 所以香港在五六十年代的 国语流行文化 就是跟上海的有钱人来香港有关 也有上海的舞厅 包括杜月生 这些 当时清拆的北角的继园街 那里 其实那里就是有钱人 国民党时代的精英 包括黑帮头子 杜月生 那些就住在那里 住在北角 然后到那些所谓的资本家 就是董浩云 包玉江 唐氏家族 田氏家族 杨元龙家族 这些 在香港 变成了一个新的华人精英阶层 而当时的英国的总督 就特别去 engage 所谓来自民国精英的上海邦 那第一个 就是能够晋升成为 这个华人高官的 就是上海帮的曹广榮 而戴伦子本身也是看不起广东人的 在他眼中上海来的 当然因为你要明白 大家气质是很不同的 民国时代 这些上海的城市精英 是在外国名牌大学留学 他是和纽约 巴黎伦敦同步的一群精英分子 当他来到香港的时候 广东籍的资本家 就特别寒酸 不懂 因为他们懂得说英文 和外国交往没有问题 因为在上海已经是 所以我就说 民国时代的开放性 结果就是带来香港 而港英政府也是相当聪明 去吸纳他们 成为在香港开放给华人参政的力量 你看到的 委任田北俊 唐英年 那些 就是对上海资本家第二代的提携 那 我还记得当时 如果我没记错 曹广榮 是做这个 第一个华人的 民政事务 民政司 还是什么 我忘记做 在上海总会里面 就由梁黄培芳 扮演了一个很盛大的欢迎宴 祝贺第一个上海帮 进了殖民地政府里面做高官 就是聘用上海帮的头马 就是那些领军人物 当然 今天上海帮已经覆灭了 因为在80年代前途谈判里面 上海帮就不看好香港 结果广东邦就上了 在地产家族里面 就成为香港经济的龙头 这个是一个悲剧来的 其实是 是香港的一个悲剧来的 遲些讲香港的历史 再和大家分析 就是上海帮淡出香港的 在政治上淡出香港的影响是如何 但是我就是说 如果我们沿着Fran Dakota 这本书 所讲的The Age of Openness 最终就是在香港 这个展现了一个所谓开放的城市 无论在流行文化 在建筑 在工业发展等等 这些上海帮 上海精英 也都是将他们在1949年之前 上海的释建 他们的很多智慧 带了来香港 很可惜今天 香港也都好像1949年的中国一样 曾经是最开放的上海 摩登城市 也都面临了一个覆灭 所谓的历史循环不息 这个就是最终我们要问 Fran Dakota所讲的 究竟所谓解放 从什么解放 今集时间到此为止 下星期再见 拜拜 D resigned 在香港來說,你的抄品牌只有一間成功 你知不知道哪一間? 飲食來說只有一間成功 仍然站到今時今日,就是大家食 大家食,你有沒有見過? 在深水埗那間 整個軍佬的樣子 如果你看這個標誌 你覺得它沒理由成功 大佬 這個軍佬頭 你的名字也是抄大佳洛 他的標誌應該抄大佳洛 但你抄了那麼久,被押納到現在 這些就是神奇 神奇在於不是因為它的名字 如果你看它的名字 起碼很簡單 你追女兒不會進去吃 你不會答 阿曹總 如果你想去認識那個女生 你說今晚我們慶祝這個 我們相識100小時 然後女生問你,你帶我去哪裏吃? 大家吃吧 你以為你跟它開房 你知道嗎 哈哈哈哈 你以為我再重新加入 你以為你做什麼